其实我们的屋主都是带着梦想和期望来的 那么我们很开心就是在整个过程当中 我们跟业主一起努力在所有的工程细节 以及设计上所有的这个完美的这个呈现 真的很高兴今天的一个完工让业主呢非常的开心 那这才是我们真正的一个重要的任务 今天的案子啊真的非常精彩 但是难度其实一开始很高 我们今天在这边是两户打通 也就是说两户的东西要从二变成一 很难耶 其实筛选一下有些东西要留下来 有些东西不要就这样子 那我们把这个刚好两户的区域呢 我们就分了一下 在这个左边呢 这边我们就有这个客厅的区域以及更衣室和主卧 那右边呢我们就有了这个客浴厨房和书房和这个儿童房 对右边有稍微挤所以说我们中间的那个尺寸啊就是斤斤计较 让它这个比例分配的刚刚好 而且两户打通之后又多了一个玄关区 其实在生活机能上也要规划得很好耶 对没错那我们在这个玄关一进来一定要让它有一个独立玄关 那所以那个屏风就蛮重要的 那在这个屏风的后面呢我们也就隐藏了一个暗门 这个就是通往我们的客浴的位置 那这个客浴呢做的也是非常的精致哦 一进去看的时候就会觉得很惊艳 非常的这个牙匹风格而且有这种时尚的一个色彩 让人家感觉非常的清新 那再来就是在煮浴室呢我们就把它稍微扩大一点 让它呢有一个独立浴缸四件式的一个完整的浴室 所以呢在机能性我们也非常的讲究都顾全了 那在厨房的位置呢因为我们其实是用小户 原本小户这边去设计一个大的厨房耶 对没错我们要斤斤计较那个尺寸嘛 那因为我们的业主真的很可爱 因为他是一个追求完美的巨蟹座 对巨蟹座的家你想想看一定要有家的温馨感 对那他也会想象说如果我在煮菜或者是先生在煮菜 哦对了他是先生在煮菜的 很好对那他就可以在那个小吧台 这边陪他啊或者吃东西啊 所以那个小吧台的尺寸啊差五公分都不可以 就是业主后来也觉得说OK这个尺寸可以了 恰到好处那我们就定案了 所以说在处处的这个尺寸的拿捏以及这个风格的视景 这个视角要怎么样看 以及业主想要的那个画面 他都非常的追求完美 所以这个案子呢我们说真的是要叫做金雕细琢的一个案场 而且因为屋主啊其实对是要什么东西 他的需求其实是蛮清楚对美感的追求也很高 所以这次好像在我们电视墙的食材上面也是针对屋主想要的 特别帮他找了很多替代方案才去做定案的 对的那因为现在有一个新工法叫做宝石板 那它是都是属于大型的一个宝石板 那很像这个大理石的材质 那但是因为大理石这样子的一个食材的建材 其实大家还是很喜欢 那所以我们还是带业主到这个巴里食材厂 去好好的挑大理石 后来我们看了许多的食材 那业主还是觉得说好像都达不到他想要的那种感觉 结果我们走到了宝石板的区域 他一看这不就是我要的吗 所以我们就最后还是采用了这个宝石板 而且在这个雾面的这个处理 业主也是非常的喜欢 所以我们用的这样子的一个雾面 然后低调低奢风的这种感觉 融入在这个空间表现出来就相当的漂亮 也因为屋主很喜欢我们的这个美式风格 我们会看到很多大面积的美式线条 旁边又搭配一些木格杖或者是一些木皮 感觉很温润 像你看到就是几个墙面我们就用了美式线板 那以及有一些格杂式的 像暗门以及这个电视墙旁边都可以看到这个格杂 那格杂的造型会让人家感觉比较现代感 那穿插这样子的一个造型以外 我们在颜色上就是有藤色的墙面 配白色的这个木做造型 这样子的搭配起来就是业主他想要的那个感觉 那木纹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全市的这个人字片的木地板 它其实非常的淡雅 那这种温润的这种木质感 那我们也做了一点点木皮的跳色 就用了一些胡桃木比较深色的木皮 去做了一个造型的一个搭配 以及颜色的一个跳色 那整体看起来呢就相当的有设计感 所以今天呢这个漂亮亮亮的家终于呈现了 他也非常的开心 屋主在一开始呢找了非常多的参考照片 那他告诉我们说他很喜欢美饰 但是他喜欢的美饰呢是带有木纹的质感 所以在这个颜色的搭配上面呢 我们以白色为基底 然后利用了这个藤色系去做跳色 那小孩房呢还有书房 我们利用了这个绿色木兰迪绿色 去让整个空间看起来更活泼更有趣 所以在软妆上面呢 因为业主特别喜欢绿色 所以软妆的窗帘我们都搭配了这个绿色的颜色进来 那这也是屋主非常喜欢的这个感觉 我好喜欢坐在餐桌的感觉 两面的彩光光线从这个玻璃门透过来的感觉 真的很舒服耶 对啊那一个家的中心点嘛 那我们在旁边呢也做了格子门的这个厨房的门 以及这个书房门也是做格子门 那我身后呢也有一个小小的一个餐柜 那这个餐柜呢有放这个马克杯或是咖啡杯 非常的优雅经典 再来是书房的格局 那屋主也有一个特别的需求 就是他在旁边要有一个设置一个佛刊 那在这个卧榻的部分他就可以馋坐 那以及我们也做了一个活动的小茶几 那可以因应他的一个需求 那在这样一个小小的书房呢 其实呢他置身在那里 其实跟餐厅也是有互动的 那我身后的这个餐柜旁边就是主卧室的门嘛 那一进去呢这个一个小玄关 旁边就是有个梦幻更衣室了 好喜欢哦 真的哦 这个更衣室整个的白色系整个的彩光 好像也是屋主很明确知道他想要什么样的更衣室 对啊 那因为一般我们更衣室可能你看到的都是柜体 但是你进去看到的这种优雅的氛围啊 让你非常的舒服哦 那再来就是说我们里面的功能的设置 譬如说有这个活动衣杆啊 还有这个伸缩的隐藏镜啊 那靠近窗的这个矮柜啊 我们也做的这个珠宝柜啊 非常的贵气 以这样子的一个规格的更衣室啊 真的是又实用 然后又美丽又漂亮 那每个女孩子都很喜欢的 我觉得转进去到睡眠区 整个的氛围感也好舒服哦 有一种放松很温暖的感觉 最重要是设计感也很够 再来最重要是原来墙面后面全部都是完整的收纳 对 你看是一面墙嘛 可是因为后面有一只大梁还有一个大柱子 所以我们就隐藏起来 那变成里面有强大的收纳以外 但是表面上看起来就非常有这个设计感的一个床头墙 对 今天案子真的非常的精彩 真的又挑战了一个让屋主非常满意的案子 走的一个是很美感的美式风格 再加上一些木质调的人文风 搭配起来感觉真的觉得住在这里有好多好多美好的画面哦 谢谢秀秀姐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来익 oui 乘客人 Wow 如果是他们追个人